老师这边我们先介绍股东出资的部分 没有统计的 合计多少 这次总共共计就是8000万 那由这个董事长跟我们16位创办人一起共同出资 好那下一页 那下一页就要来讲最重要的收入的部分 那再跟老师要介绍主要的收入来源 其实是指这个APP的部分 那APP的部分呢 其实会员数就是影响到我们这个收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财务这边有跟行销部门来做一个讨论之后 提出一个较为合理的预估人数 那预估人数这边我简单说明一下 在成立的那个第二年 也就是APP上了开始 要我们建构好这个共享平台APP系统 那前期呢我们可能会比较强力的一些行销策略 所以预估可能每一个月可以增加4000人 那也就是在第二年末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累积到5万左右 那2023年的期初 第一年呢 没有第一年没有 APP是第二年才 2022年才推上来的 OK第一年有没有收入 没有 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只有支出 对不对 对那费用部分后续 那个后面的同学会做说明 好 第一年没收入 那有支出吧 有 支出预算 第一年要花多少钱 那老师要先讲预算吗 因为预算 好好好 照理麻烦讲 好 好 那老师到这个2023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收购了那个U-Space吗 所以我们那个会员数会迅速增加 财务报告不应该是这样报告 应该先把报表做出来 先报告什么报表 第一年第二年给他 第一年这个报表做出来 后面这张表是来补足我这个前面的数字 你这个是来补充我前面做那个报表的数字 这样子容易是吧 你不像是告诉我这个会员中的说 这是其中你的过程而已 第一个应该先把你的 你没做几年 做五年还是做三年 五年 超五年 第一个开始你一报告的时候 你就把五年的报表水印表 市场后代表先做出来 后面这个都补充 来证明我前面的预算数字是正确的 我是这样顾出来的 那老师我们可以 那我们有需要调换一下顺序吗 那你最后给我的时候才调 今天我是先跟你讲 今天照你的事情先报 好老师不好意思 因为上次我们没有先 上次来不及到财务这里 上次连财务都无法讨论 因为基本的原则都没有定法怎么讨论财务 上次连那个基本原则都没有定基础 讨论财务没有意义 上次如果以上次的角度来讲 上次你们还买车队 对 还要买车 对 所以上次我们还有贷款的计划 买地的计划全部都删掉了 对 对 对 好 好 我先这样 那你们现在报 我先这样讲 好 上的连连计划报 好不好 好 好 那老师不好意思还是在这一页 就是 会员的成长呢 因为到了2023就是收购USpace之后 就会直接增加50万人 那再加上 但是我们有预估一些 一样是成长数 那考量到台湾的这个市场 可能有一些饱和 会员数增长有限 所以我们是用每个月增长数 前半年用2% 后半年用1.5%的增加来算 所以到了2023年底 已经大概有664,000人左右 好 那第四年前面 汉伟这边有介绍到说 因为我们进入了亚洲市场 等一下 这份报告 我真的看不出 谁 把表现报告给我看好不好 那财务报表我先报告 麻烦往下面 你先报告 再回来 对 怎么来总证 那个财务报表数字是费的 再往下 再往下 请到那个 再往下 请到152页 152页 152页 对 不 不对 那往下 再往上 不好意思 再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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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新缘先开始 在上面 在上面那张 悬议表 这个不是 在下面 悬议表 2021年到2025年的悬议表 老师我们没有把2021年的这一张PO上去 因为我们第一年没有收入 所以我们第一年的费用 总金额 包括所有的推销费用 管理费用跟研发费用的总费用的话 就快要6000万了 所以 你没收入吗 对因为我们没收入 因为我们的资本是 我们的资本是资本报告里面 对 你现在写这些支出 对 要花将近6000万 对 前面的人 花钱单位的人没有讲出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好我要花钱 我这个人才可以 他们有提出他们的预算 然后我们是根据他的预算 那你说我没看到啊 今天整个报告里面都没看到啊 对 有啦 预算是在前面那几页 那因为我这边是整个财务报表 我是整个财务报表的总和 所以有前面有几页他们 我们是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一起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 那因为之前 我现在指给你看 对 以你这张报表 我先讲 资本额8000万 对 你到2023年你就要亏 1千万 是不是 对 1百万而已 你最多亏到7300 是不是 第二年亏7300 对 第二年亏7300 还是累计亏7300 第一年加第二年亏7300 哪一个 第一年 不是 因为我们第二年开始 我们才会有APP的收入 跟停车的收入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 对 我们因为有了收入之后 我们的亏损 其实还是蛮高的 对 对 我知道 你亏5900 5900 那再来 亏7300 对 亏7300 是 5900 加1400 是不是 5900 加1400 还是第二年 单单就亏7300 第二年 单单就亏7300 第一年 两个累计亏起来 这本期主义 第二年的话 它是亏7300多万 因为 因为 你讲它是 两个累计起来 就亏1亿多 1亿3亿多 对 对 请问你8千万 这个能够一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 有虚拟币的收入 因为我们不是 有计划说 第二年我们虚拟币 就是要募资 有募募跟私募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募资了 2亿9千万 2亿9千万的台币了 应该是 1亿4千万 1亿0400万的美金 那如果你这样想 那你这样想 你先跳到你的资产物代表 好 资产物代表 往下 不好意思往下一页 再下一页 对 你第二年的禁职多少 第二年的禁职 对 等一下 字太小了 股东权益 是 付的5千3百万 然后 因为我们 股东权益 对 股东权益 对 股东权益 第二年是 付5千3百万 第三年是 付6千4百万 然后 第四年 第四年 应该赚钱 OK 那我觉得好 第二年你付5千3百万 对不对 如果你有虚拟币的收入的话 你怎么会变成 有2亿怎么会付5千3百万 不可能 如果你没有虚拟币的收入 你付5千3百万 我就问你 你钱怎么来 你这样借得到钱吗 借不到钱 就是 你借不到 对啊 对 如果第二年你说你因为 你有虚拟币的收入 有2亿 那你的 那就是收入 那你就虚拟币收入 你就是 股东权益就不会变成付的 你有2亿减料 你 就是1亿3千3百万 如果你进来2亿 你还有剩7千多 因为我们股东 因为我们的虚拟币 我们是做现金收入 我们并没有把它算成盈余啊 现金收入没有关系啊 跟 哦 你没有算成 你算现金只债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现金流的一个收入 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是负债 你也不是负债 你只是现金流的收入而已 对 对 那你换句要说 你在你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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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第二年的 虚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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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制的这一块的话 它是 现金有 在借方是现金有增加 然后代方的话 它是非有负债 在那边 在你 補党在那个 那个 资金用 现金领导表里面 就会表达了 对 对 因为老师 你有提醒过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 这个算在我们的收益里面 所以我们 我们不敢算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都是负的 对 好 那OK 所以我讲过嘛 对 因为有提醒过 现金利用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对 回到你的损益表 好 那我们再来到我们的损益表 好 刚才你在报告什么 什么 会员收入 对 会员收入 这些都是来佐证 佐证 你这个报表 你知道 所以应该 那个是在这个报表的后面来报告 你知道吗 对 对 那最好的报告方式是 前面 人力志愿部 要花多少钱 就有一个点 行销 要花多少钱 行销就是 我第一名 也是要做 在前面 刚才报了 行销部门 我看 行销部门 行销业务部 就要做一个表 我第一年要拿钱 我第二年还是有收入 他不管你 他只管他 行销收入 跟 贵用支出 只管两个而已 他不必做什么表 他有那个来佐证你 才能来佐证你这个报表 你能报表才能够这样汇总起来 产品开发部 对不对 也要做出一个 五年的 五年的 五年的预算 他多讲预算 你每个小部门 讲产品开发部 讲行销 行销业务 能力资源 管理部 是 通通要有五年的预算 这预算 后来以后 才能够让你去做 对 这个 这个随意表 这才能代表出来 对 对 对 知道了解 对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嗯 嗯 对 你告诉我 一月会有五千九 第一年五千九 五十九 就发什么 发在哪里 就是 一千五 就是发 提提到我们前三年 前面讲行销部分 就要讲我第一年要 发掉一千五百万 好一千五百万 我用在 刚才你讲 他有四个步骤 要在广告 要发在什么多少钱 多少钱 就是 好 管理部 就要发四千万 那你在前面讲管理部的人的时候 就要讲 管理部为什么要花四千万 怎么花 你这个财务人 做会计的人 跟财务人 只是汇总而已 对 你只是汇总 把数字汇总而已 你不是自己去制造创造 对 你是拿他们来给你的数字 你来汇总 汇总出来 合不合理 最重要就是现金领域 如果不够 就要告诉董事长 或告诉执行长 说 你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 要重新新政 所以我刚才讲的 你就是要把组资表 号出来 你是董事长去牵执行长吗 还是执行长 还是另外有执行长 没有组资表 这个计划 你们这个计划数据 没有组资表 所以我们要把组资表 再列出来 然后把每个业务 的行销费用 放在他们的后面 你负责财务人员 你是要干嘛 他们给你的数字 你把它做出来 他们再回到那个部分 再去调整 所以他都是这样做 回到管这个 产品开发的 管行销的 他们再去调整 他们就要去想 经过大家的会总 不合理之后 我回到他 我怎么去调整到 合理是我想要的 我看你们 这整个计划里面 我听起来是 汉委在提出这个构想 就汉委就要决定说 那我在哪个部幕 我要怎么样 或者那个谁 汉委啊 听起来你们报官 这两个好像是 一个是构想 一个是执行长 不然哪一个是执行长的味道 看起来是好像 浩元和执行长的味道 因为你们整个报官 不够明确 所以我想不出 今天 蔡总统昨天要见 要叫台积电出门 把董事长找来 他不会有人代表 他不让人来做 Final Decision 你们今天整个 这一个公司的 Final Decision是谁啊 是浩良还是汉委 听到现在 你们两个讲话 老师整个报告编排的部分 是浩良做的 老师是要问CEO是谁 对 我们的组织架构里面 没有 没有定CEO 这个人物 没有 这个人物 你这个公司 各做各的乱操操椅 赵科里面来 因为我们那时候 是分成四个组 然后有各组组长 来做主导 在主导这样 最后要可行性 就是要一个人 来各组做出来的结果 可以 如果财务做出来说 OK 没问题 整个一个 我们都可以 如果不行 那这样谁搞的 这个财务做 做反省理系统 财务 就是我们就是 沟通跟协调 不行 没有做决定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一个企业 没有一个 Who is a binary decision 有了 老师我本来想跳出来做CEO 可是他们说我没有业务背景 不是 不过老师你这个让我学到 其实财务要当CEO 其实要顾虑到的层面 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还要学习很多 这是我上你这堂课 其实学到的啦 学到的一些经验 而且要跨部门沟通 其实有时候财务部 跟行销部门 跟其他的营运部门 在沟通上 请他们拨预算的时候 有时候也 就是那请他们 要提出预算的时候 这些方法跟 就是建议的时候 有时候也需要沟通 或是来赚钱 其他人都是在执行 替他做法 在执行这个过程而已 所以我是策略长 負责策略 应该算是 应该是跳出来当CEO 我跳出来当CEO 我今天叫他乖 我出收主意就好 应该整个是这样 因为到最后你的整个公司的营运 不是在靠真正的充电的收入 电烂收入来营运 都不是 也不是上毕业结合来 你们这整个计划的幌子 老师 老师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后来算过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幌子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在充电部分 跟那个什么 跟停车场的收入 其实如果以后 电动车是一种趋势的话 那我觉得他在毛利率 其实在APP的 停车费的收入 其实他是蛮高的 他有到30几% 你知道吗 如果是如此 如果是如此 对 他我贴的虚拟货币是附加的 对 其实他我觉得 就是我当初讲的 所以我当初 上一次的我有跟你们提过 你们不要把虚拟货币 只是你未来的一个目的 你如果 你如果 在做这个 营运计划 还是要真正 真正的 所谓正常的 你假的就对了 你假的 所以财务师 我一直在说 有一定会泡沫 我一直认为 所以老师我那时候 先坐实的 所以才会有车队 充电装 停车场 那虚拟货币是要让我们的 资本有限的情况里面 是一个行销的手段 另外也是我们创造整个公司的 所谓价值的一个手段 今天我可以给你一个结论 真的很有创意 很不错 不过 整个做计划八段 希望经过我这样讲过 你们交给我的时候 是一个 有个雏形 那你们雏形再改一改的话 就一个 会成一个很好的 政治计划书 很好的计划书 了解 好 所以我刚才随便讲一个 我对那个 那个 那个 贾贵宇能不能上升 雅琪 雅琪 是 雅琪 我说这要主资本 就是要主资本 就是这样的一个 好不好 好 再把主资本再拨上去 你们结论告诉我说 你们没有一个人做 一个组织 你看 这个就 就不是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 没有 没有说 没有一个 没有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最起码你看 那个台积电 张庄罗退了之后 他也设了两个 共同 两个人是 最后逃不出的决定 就是他现在的 那里面 昨天 中文的那里面 你为什么 当董事长 对于对外代表 刘德英跟魏哲嘉 一个 当总裁嘛 他 张庄罗的设计 是 这两个 共同执行长 不过 对外还是一个组织 里面 还是有一个董事长 所以是那里面 为什么当董事长 另外 为什么当执行长 这样子 还是 他的意思是 两个共同 还是有 翻能力 好 你们这才会报表 那这样就 就看一个你们的那个 那个 现金 流量表吗 嗯 现金往下一页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嗯 我告诉你 现金流量表 千万记住 第一年一定要按月座 有 我们有座 我们有座 只是因为他都是负数 他因为没有收入 所以都是负数 所以我没有把它抠上去 我们有座 有座 有座 你就是 第一年就等于 不要按 不必要的 因为你没有收入嘛 对 所以 你这个现金流量表 第二年 因为你第二年有现金流入 虚拟货币 就是那 虚拟货币的2亿9千 2亿9千万这里 这是现金流量表 Cash flow 对 它平时29亿 对 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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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年就 一般来讲不会说 你们这个纪念是很创新 第一年是没收入 第一年的现金领域 不必按月做 你第二年 因为你 你准利还是入的 你现金领域是正的 你现金领域正的话 你就要按月做 才知道是不是会正 第一年就花掉6千万 5千9百多了 你资格有6千万 不然你三月份 期待的虚拟会不会 一千百里拜 你资格开完 你就没搞 老师要补充一下 上一次的报告里面 第一年车队200来车 其实他们财务算出来的 第一年会有现金的净收入 不会是亏钱的 就是如果说把那个车队的收入 不要去买地买停车场的话 应该我们第一年是不会亏钱 如果我看到你第一年 你如果有加入车队 你可能会募资到8千万 你10亿不够 所以募资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但是第二年 募到1亿美金的话 我觉得老师 你多出一点应该是没问题 这个不是这个事 我们是在虚拟 我在跟你讲说正式做一个 假设你们今天要去做一个企业 我是在教你们怎么做一个营运计划 是是是 不叫你做车队 我觉得你根本开始不可能监管 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 要做充电 你应该把很focus 在做充电是我的建议吗 你们既然决定同意我的建议 focus只在这个电动车的充电这一块 所以你整个计划 这次报告的整个计划 就不要再谈那个车队了 对对所以我们就没有放进来 对对对没有 我们就把它拿掉了 你把充电单单做这个 这个我刚才跟解释 第一年 你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OK 现金流量不用按月座 第二年你要按月座 好 就第二年按月座就好了 第三年就不用了嘛 对不对 第三年就不用了 好 那我们再修正 第二年你按月座的时候 你已经有现金流量 你会不会占钱了嘛 对对 我知道 你用的虚拟 是不是把充电策进入了嘛 老师 不是充电策进入了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资本 我们要去银行救资 也很难救 你要救这29亿 没有固定资产无法借钱啊 我可以借钱不可能救了 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太前进办法 你没有在银行呼呼的吧 有吧 我记得 有吧 老师就是我 可以啊 应该是借不出来不可能 借不到钱的啦 我清楚的 对 所以我们只能用虚拟货币来协助我们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也说不对啊 可以啊 好 谢谢老师 你既然是这样 你可以做法是这样 对 创造这构想 人家都走到那边 又不敢去做法 没有啦 老师在开玩笑的啦 我来刮CEO没问题 哈哈哈 一定要 你们这个 今天 今天扮演的角色等于是上个礼拜 再扮演的角色 嗯嗯嗯 好 不好意思啊 上个礼拜因为对你们整个 整个架数都都 都不对的 才变成今天 今天已经有一个雏形了 嗯 只是你们有哪些做好的 我是教你做法而已啦 别你做财务的人 我告诉你 你财务的人 你是收集他们的资料呀 嗯 他觉得不可行 再回去 告诉CEO 嘿 不可行 小爸这样一个 其他部份是新的 看是要租出减少 还是要什么呢 是这样做的 老师可以请他们费用减少吗 可以啊 问题他 他跟他计划是整个 费用减少相对的收入就是会减少 嗯 天下是没开机是没一定没收入 嗯 嗯 嗯 好 了解 人家讲没有白吃白吃的午餐啦 嗯 你天下没有说你付出减少就可以所得多啦 嗯 嗯 好 这样了解 不然你来 你来所谓的 去唱嘛 去骗啦 这个才是付出减少所得多嘛 嗯 去唱的方案 那个成本更划不来 这条路嘛 去唱去骗嘛 嗯 嗯 正常说 你去那 指数少 你收入更少 投资少 你收入更少 一定 投资多还不一定收入多 是啊 没错 投资少收入是一定少 从秀卫的企业 运动场馆 比较短 比较短 你看他如果要收入多 他投资就变多啊 能力就要多啊 对吧 支数一定要多 这一定道理啊 你投资多了还收入了不一定多 不投资你就一定没有收入的 对吧 有 这几个原则啊 前面那个来 后面其他的 可能谁要报告的 来 那是佐证这些报表 好 所以财务的报表是 其他是佐证的 这些报表 你们这些 这一页开始 是佐证的 这是你们做法 要产生这个 你先告诉我这个 我要怎么做 才能产生这个 好了 这个可以 大家就放过去吧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今天在讲完的意思是 你们整个还是要做 因为 我今天 今天 我讲过之后 还做一个 最终的 知道我们会再调整 一版完整的给老师 对对对 同组织表 告诉我 谁要уш的 谁述的是 好 这个我们都不必要 放开我看就好了 我知道你们 要干嘛 我已经讲清楚 在来呢 靠什么收入 共享平台收入 APP 共享平台收入 什么收入 napp app 靠什么收入 app 你怎么共享平台 是靠人家来充电的收入吗 老师这一块就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充电的收入跟停车的收入 ok 对 那下一页就是 下一页 就是我们就做一下这个app的营收 跟相关费用的一个表的比较 像这边费用就会多一些 可能需要给一些合作的停车场 等等抽成的费用 电费的成本 还有pay的手续费 像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开发 有收入有支出就是的 对 那下一页呢 就136再下一页 这也是你们第二年才开始才有吧 都是第二年开始 这个有做一个很初估的预算 当然就刚刚小军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在充电这边 其实毛利已经将近到这个8.9 那停车费的毛利 也可以到大概25%左右 但这个抓的比较粗一点 那下一页是 就是列势一些我们固定的资产 大概第一年可能就是有些办公桌椅 这些 我可以告诉你们 停车收入我让你们做一个参考 你晓得 都督房的老板 是中芯定工的老板 是我认识的 我朋友 他告诉我 都督房 一年收入是7亿 我认识的 我认识自出何少 所以停车不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收入 如果 他怎么来的 你来的 能够变停车 就是看你怎么更加合适 因为他是跟政府合作 跟政府合作 和平间的地主合作 我们知道 不过停车收入是一个很大的 很好的收入 老师我们用会员数来推估 其实到第五年应该 停车也有4.7亿左右的收入 还没扣掉成本 好 那这个固定资产这边就是 可以看到 就是最后有一个 2022年 因为APP 哈啰 哪里又断了 以上的客户会更顺畅 然后老师我的部分就到这边 还有谁 还有谁 老师我 我是秀惠 讲费用的部分 那刚刚那个 人职那边的薪资在我这边 就是说第一年就是 这边的薪资又会负花4千7百万 然后他每年3到5%的调整 在这边 所以 这个是薪资 然后下一页 这个 你一下传感的时候 刚才已经讲过了 不是每年3% 这个要看你们的 你可以 我可以跟你讲 根据 根据你们的收入 营业状况 在请教里面的CEO 要怎么样的处理 好 这个不能固定 不能固定 再来就是年终奖金的部分 那我们年终奖金 那我们年终奖金就是 这也一样 这个也一样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对 我们目前是 那请问 你们决定了哪一位CEO 根据收入 根据营与 才来决定 支出 要不你们刚刚不是讲得很好听吗 要照顾员工 要保护资本 你怎么可以把它定死呢 懂吗 懂 所以当然你们 要选出 你们要决定一个谁是CEO OK 好 那这个到时候都会改 那再下一页 那端虎 你要有旅游啊 好 再下一页 你要有旅游 你要有旅游 我要花这些钱 因为 我的收入 我就 所以我准备第二年 第三年 一四年我要花什么钱 嗯 要什么花 好 要了解 那下一页 就是老实说 这奖金部分 可能我们就是都要改啦 因为要照营业额方式给嘛 然后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了 再下一页 那公司营业 诶 这我的关系吗 那个表情 有些固定 不见了 只有薪资部分 酬劳顾自活的 对 很多其他办公会 那是死的 那是 水电汇那些都死的 根据你的 那是死的 只有 薪资与酬劳 对 在新创企业 未来企业 它是变动 好 了解 ok 然后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云运费用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年会发到那个将近六千万 这些 提外话 你们讲人资 我提外话 贺兰范我记得我讲过 我们所学习到的毛利 那是过去的模式 嗯 在台湾的牢计划之下 薪资不是变动会用 嗯 是一个固定 何况 现在更新的薪资酬劳 是更是根据营运的额评告 比如说 你为了 以我现在的经验 为了刺激一个 一个 像我现在做这个传统行业 为了刺激一个 你现在先借的订单 先借什么 哎 很难得做 我特别没比奖金科 不可以 可以啊 你目标要求 就是按比例成大 不过当他达到目标 他就会做了一个特别案子 你要不要给他 给他特别奖金 激励他一下 这就是CEO CEO在做的责任 好 了解 好 然后这边那个圆柄图 就是五年下来 大概 那个每个部门的 那个占比费用 那下一页 那这边的话 这个是行销部的 那 支出较多的就是薪资支出了 这一款 然后之后这会再赶 然后再来租金部分 那租金部分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每瓶三把 然后 总共150瓶下去弹 然后每个部门 像行销部占50% 管理部就是10% 研发部10% 所以我们的那个租金支出的话 第一就是2700 然后接下来下一页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管理部的 就是他们会有的那个基本花费 都在大概都在这边 这样子 然后下一页 这个是研发部的 所以三个部门加起来的话 就是我刚刚属于表看到的 第一年就是会花将近六億 好 好 下一页 好 老师我报告在这边 谢谢 好 我顺便讲一下 这次疫情 你因为常常听到柯文哲 什么这样的滚动式调 怎么样 计划是计划 所以常常有计划 计划两个上变化 计划是计划 像昨天 那个要买印养的这个事情 买面就一样 这是原期跟计划不同 计划总的上变化 所以企业经营也一样 计划是计划 还永远要有够谈心的滚动式调整 滚动式调整 好不好 当作这个报告 那这个滚动式调整 你不知道的 跟计划无关 今天在交的是下面做一个计划而已 那这个计划是不是一定会付出 照这个顺序总不一定 未来的时代是滚动式调整 尤其这次的疫情世界是变的 而且变化很快 未来你们的人生面对的也是这样 好 还有几分钟时间 你这样知道这个表怎么改了吧 知道 知道 老师后面还有股东权益 权益变动表加封要讨计 没有 我记得那里面 你讨计做好 再来盖这道 道理 好 了解 OK 你可以做完 谁要代表出来 讲话 未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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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做这个 刚刚同学都有讲到说 无论是回馈环境 或者是因为要因应巴黎气候协定 那些措施 所以我们就是要辅助弱势族群 跟绿色经济 然后我们去找资料 其实发现有一块 我们没有提到 但是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就是离电池回收 因为不管就是 呃